大家看到这是王静莹和陈维桃两个人官司一波又一波 根据了解王静莹日前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陈维桃签出他在一线路的房子 而且要追讨一笔三百多万的支票 王静莹也表示房子登记在名下 因为想要卖屋求生 所以要求陈维桃签出 但是陈维桃的律师表示 三百万的款项当年已经用股票来清偿 陈维桃也都有支付房贷 而对于外传陈维桃上一身价是空壳子一事 王静莹说他的资产他不清楚 只知道这段婚姻他已经感到筋疲力尽 再来